大家好,欢迎观看Origin视频教程,我是白东升 Origin是美国Origin Lab公司出版的一款基于Windows平台的数据分析与绘图软件 Origin软件具有多文档界面协同操作的特点 可以在一个工程文件中同时打开多个窗口 这一节,我们先来学习Origin的窗口结构与布局 第一次打开Origin,可以看到软件自动生成了一个名为Book1的工作表窗口 这个窗口是Origin最基本的窗口 主要用来记录和处理数据 我们绝大部分的操作都是在这个窗口中进行的 其实,Origin可以生成的窗口种类共有七种 工作表窗口只是其中之一 我们来逐一介绍一下这七种窗口 生成新窗口的方法是在Fail菜单下,点击第一项New 快捷键是Ctrl加N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除了第一个Project以外 剩下的就是我们将要介绍的七种窗口 第二个,Workbook就是刚刚我们见到的工作表窗口 点击OK,可以看到Origin生成了一个名称为Book2的工作表 我们也可以在这里点击鼠标右键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通过New Window来选择新建一个窗口 如果你不小心关闭了这个项目管理器 你可以在Vail菜单中点击Project Explorer 重新打开,快捷键是Out加1 在工作表窗口中,你还可以添加多个表单 方法是在空白位置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Add New Sheet 一个新的表单就添加进来了 或者你也可以在表单名称上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第二项Add ,这样新表单就添加到了最后面 如果选择第一项Insert 则新表单将插入到当前表单的前面 删除一个不需要的表单也很简单 在需要删除的表单名称上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Delete即可 第二个是Graph图形窗口 这也是一个非常常用的窗口 用来显示绘制的图形并进行分析 在图形窗口中,你也可以添加多个图层 方法是在Graph菜单下,选择New Layer 或者在空白位置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New Layer 这里有六种格式供你选择 我们选择第一项 插入一个X轴在下方,Y轴在左侧的新图层 可以看到,这里标记出了两个图层 删除一个图层的方法 是在需要删除的图层标记上 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第二项,删除图层 Origin的第三个窗口是Matrix矩阵窗口 这个窗口和工作表窗口类似 也是一种存放和处理数据的窗口 不同的是这里只显示Z值 而X和Y的值则用特定的列和行来表示 同样,矩阵窗口也可以添加多个表单 方法和工作表窗口类似 第四个是Excel窗口 这可以让我们以内嵌的方式 在Origin中直接调用和编辑Excel表格 我们继续来看第五种窗口 Nose,注释窗口 这个窗口可以让你记录任何相关信息 比如图形的绘制过程 数据分析结果 数据批注等等 第六个是Layout 页面布局窗口 用于组织和显示相关内容 以方便排版输出 最后一个是Function 函数窗口 在这个窗口中 我们可以实现函数做图 函数做图是Origin里唯一一种不需要数据 直接根据函数方程来绘制图形的方式 这个窗口和图形窗口一样 也支持多个图层 添加图层的方法和图形窗口类似 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 如果使用File 菜单下的New 选项来建立新的窗口 其中的Workbook 工作表窗口 Graph 图形窗口和Matrix 矩阵窗口 还允许你选择Template 模板文件 其他四个窗口的Template 选项是不可用的 Origin 自带的模板文件 放置在安装目录下的Origin 8 文件夹中 点击右边的按钮 你可以定位到任何一个存放有模板文件的文件夹 下边的Name 则显示了当前文件夹下 可以调用的模板名称 默认使用的是名称为Origin 的模板 我们随便选择另外一个模板 点击 OK 可以看到Origin 新建的一个工作表 但表单布局却不太一样 这是因为我们使用了另外的模板文件 而在项目管理器这里 通过鼠标右键新建的工作表 使用的将只是软件默认的模板 在 Timplant 模板选项里还有一个 Set Default 按钮 可以把当前选择的模板设置为默认选项 这样在这里添加工作表时 软件使用的模板就是刚才我们设置为默认的那一个 当然我们也可以建立属于自己的模板文件 比如这里我添加一列 并将 A 列重新命名为 Time 时间 B 列命名为 Data 1 C 列命名为 Data 2 点击 File 菜单 选择另存为模板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 Page 已经自动选择为当前的工作表 Category 是类别设置 包括内置类和自定义类 这里我们选择自定义类 输入一个新的名称 下面的模板类型 软件已经根据实际情况 自动选择为工作表模板 展开 Options 选项 我们把这个模板保存在我的文档中 当然你也可以保存在硬盘的任何一个位置 下面的 Description 还允许你对模板加以描述 点击 OK 这个模板就自动保存了 我们再次新建一个工作表 在 Timplant 选项中 把路径指向到我的文档 就可以调用我们保存过的模板了 图形窗口和矩阵窗口 关于模板的使用方法是完全一样的 这里不再重复 新建菜单的第一项 新建工程 点击这个选项以后 软件会提示你是否保存当前工程 我们选择是,进行保存 这时软件会关闭保存过的工程 而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工程 这说明 Origin 软件只允许 同时有一个工程处于打开状态 所谓的工程就是这里的根文件夹 我们之前建立的各种窗口 全部位于这个文件夹下 当然,在这个工程文件夹下 还可以建立子文件夹 方法是在这里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 New Folder 各个子文件夹下 也可以建立需要的窗口 当然,还可以建立新的子文件夹 当我们保存工程时 所有这些子结构会跟随一起保存 注意,如果你想在 Origin 4.0以下的版本中 打开这个工程 那么需要保存成 .org 格式 Origin 4.0以上的版本 则可以同时打开这两种格式 除了整体保存工程文件以外 你也可以把一个子文件夹 单独保存成一个工程文件 方法是在需要保存的文件夹上 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 Save As Projects 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或者你也可以把一个窗口 单独保存成一个文件 方法是双击一个需要保存的窗口 使之处在最前面 然后选择File菜单下的 Save Windows S 就可以把当前窗口单独保存下来 这一节我们了解了Origin的窗口结构和布局 并对七种窗口的功能做了简要的介绍 下一节我们来一起学习 如何在工作表窗口输入数据 我是白东升 感谢你的观看